受疫情影响避免人潮群聚 光丰地区农会配合中央防疫 忍痛停办了今年的建筍饗宴 不过各项产销推广活动不停歇 尤其现在建筍产季接近尾声了 农会也启动了收购真空加工的包装 延长建筍的赏鲜期 也请农民建筍农产收益再冲上一波 农民都高度肯定 光丰地区农会也启动 用建筍收购加工机制 农会志工妈妈仔细清洗收购的建筍 分级同一重量 再加入特制保鲜水杀菌真空包装 锁住建筍仙材滋味 我们是用非常天然的方式来做 一个是用食用盐 还有我们的柠檬酸 再加以我们的透过真空杀菌 来蒸煮来保存它的起源 它的风味跟新鲜的建筑 风味相似度几乎百分之百的 在防疫期间避免人潮聚集感染的机会 农会配合中央防疫措施 忍痛停办了将近十多年历史的建筍饗宴 不过产销推广活动却不停歇 尤其也免费提供帐篷给农民 在台九县旁设谈展售 现在又启动收购加工包装 减轻农户的产销压力 也拉长产季市场 前几年我们跟改良厂请改良厂来帮我们试做研发 是希望在我们的产季集中的时候 价格不好的时候能分散它的价格 然后不要让价格能够平衡市场 所以最主要做建筍加工的目的是在这里 希望说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 农会收购建筍进行分级加工杀菌 真空包装保鲜可达一年左右 目前农会也向建筍农户收购将近500斤的建筍 中央市张明发进一步表示 今年渴望能够收购加工1000斤左右的建筍 让部落建筍农户今年的建筍农产收益 能再往上冲一波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道